那么神明是没有完全达到清静中有身的修道者 大家要定义什么是神明 神明是还没有达到清静中有身的修道者 出于不同的阶段 所以有天界神明 有地界神明 有人道神明 有这个动物道神明 那么地狱道也有神明 恶鬼道也有神明 阿修罗道也有神明 天道更是神明 都是天神天众的 空来空去的 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神明 神明有哪些 怎样辨别正神和邪神呢 我们圣贤通过超越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见到了宇宙真实像和生命真实像 他们真实观到了四圣法界的存在和六道轮回的存在 那六道是什么道呢 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里面有众生 有神明 那么有一些是大菩萨化现在恶鬼道 这个地狱道 畜生道 比方说释迦牟尼的本生经中 很多次他就投胎转世在畜生道里面 也在恶鬼道里待过 也在地狱道待过 更在人道中轮回过 也在仙道做人辱仙人 人辱仙人就是地仙嘛 也是修道位上的未成道者 那么我们比较了解的呢 就是天龙八部这个神明 这是什么 这是按照佛家经典孔雀明王经中记载的 有天众 有龙众 有叶叉 有嘎达婆 有阿修罗 有加罗罗 锦大罗 罗侯罗浅 大树神 水神 山神 土地神 城皇神 这些神明 都是在修道位上的修行者 所有的神明 都是在修道位上的修行者 四正法界里的神明呢 四正法界里的神明 这是指的 已经成了圣的 成圣的 刚才讲 按照佛家的说法 它分得比较细 有阿罗汉 有辟之佛 有十地菩萨 有这个佛 这样的果位 那么在这个道家里面 叫天尊 大地 大罗金仙 天仙 地仙 神仙 然后这个动物仙 物仙 叫动物仙 那么也有什么 土地神 城皇神 大树神 水神 风神 雨神 雷神 那么这个体系 是庞大的 那么这属于天界神 地界神 六道神 还有四正法界神明 所以是 你们要拜神明 请问 你们拜得过来吗 拜得过来吗 你拜了这个神明 不拜那个神明 那个神明有气 你只供他不供我 所以你们如果是 用外求法向外拜 你们就天天在得罪神明 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叫张老师是老师 不认我是老师 你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既然是六道神明 他就都有脾气 他都是修到味上 他没得到清净光明身 清净中有神 他还是清净不清净身 一会是清净 一会是不清净的 他在不清净的时候 他就有脾气 有贪爱和有称恨 你拜他他就贪爱你 你不拜他他就称恨你 所以我们看 在南洋地区 特别宠信鬼神的家庭 都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 你就是总是有鬼神怨恨你就对了 你供这个神 你不供这个神 你不供我这个神 那天地间到底有多少神 老是跟大家讲 无量种神 大树神 有多少种类 大家知道天龙八部里面的龙祖就有一百多种 一百多个种类 将近两百个种类 一百九十多个种类 这是大家要知道 你要用外求法向外摆 特别是这种和动物物灵大交道的 你看都是破败的 孤寡老人 浑身摆并丛生的 他们都是奉神明 那比自己都重要的 真是虔诚的信徒啊 结果他们得到好了吗 你看那个庙里那些庙柱那些什么 哪一个得到好了 孤寡 贫 寒 妖 家里的儿女都死光光 这是什么原因 你拜了这个鬼神 你没拜那个鬼神 那个鬼神怨恨你整你 所以是这种拜鬼神的方法 只能拜来怨恨 拜来破败 拜来不吉祥 很多人怨恨 说我天天给那个神明烧香 神明不保佑我 你拜错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堂课 怎么来拜神明 因为你拜错了 你是用迷信的方法拜 你拜错了 好比你拜了一个黑社会老大 你拜了一个这个老大 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老大来整理 这是举例子 因为只要是神明 他都是没成道的 没达到圣果味的 都有脾气 都有怨恨 所以这种实际上讲出来 神明界并不高兴 所以是障碍我们 讲之前障碍 讲之中也来障碍 为什么 他不让你们知道这个实际 让你们迷迷登登的 迷迷糊糊的去拜 结果你拜来的是麻烦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